好像卫星人造型的国宝 作者 图谱 图文601字 于7月16日奉赐与幽默报刊登 当看见红杉文物 是属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 一件从6500多年历史长河中 速流而来的玉人 我被深深地吸引了 仿佛穿越了时间与空间 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外星人 玉人有深邃的大眼睛 头上竖着奇特的长脚 令人惊叹连连 这是新石器时期塑造的一种神偶 雕琢工艺 朴素无华 神韵成文庄严 这种具象到抽象神秘且奇特的神偶造型 为红杉文化所独有 玉人的身体弯曲 屈膝半吨的坐姿 双臂放在膝上 好像正在唇思冥想什么事情 它曾经被放大到六米高 巨大的玉人雕像坐在 2010年是博会的震弹馆屋顶上 正可谓风光无限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种形同外星人的玉人雕像 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呢 红杉文化崇拜大自然 更以影响万物生存的太阳为主宰 并联想成太阳神 加以敬仰膜拜 希望五股丰收 心灵得到慰藉 萨满教是目前依然存在的原始活态文化 那些从事特殊宗教仪式的人被称为萨满 传说是有能力达到通灵状态的巫师 萨满是个专家有能力为人治病或占卜 做法时 萨满能自行昏迷 及其灵魂离开形体 到达精灵世界 专家推断 这一预标神人形象 是萨满在祭祀活动中 入定树木区分里 望我的真实写照 萨满在做法时 配戴玉人在身上 以玉气通神 增加法力 这是太阳神与萨满 在概念上的混合 由巫师戴着神帽及神兽面具的形象 体现了某种崇拜观念 一见玉人是一种文化打开了历史 呼唤着永古与沧桑 一个误会是一段幻想擦亮了时空 满在着金玉与光辉